大家好 有用户反应使用中央3D打开NS文件的时候 会出现零件丢失的情况 那么我对这零件进行个检查 首先使用NS软件让用户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截图里面的一样 然后我们发现在40空间里面 这NS文件是显示一个零件 我们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 在这个软件的话的左侧有个模型历史记录 在模型历史记录这里的话 这里面实际上是包含特别多的一些体特征的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体特征的话我们看到它的显示不是正常 它是显示灰色显示的 那么不是我们正常的黑色显示 那我们把这历史记录画往下翻的话 我们会发现 比如翻到底的话 我们会发现的体50 它是正常显示的 不是黑色的这个图体的正常显示 那实际上我们 夺侧体50这个对象呢 实际上就是右边 而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模型 而除了这个体50之外呢 其他的灰色显示的这些对象 实际上是它在这NS文件里面是被隐藏掉的 那我们往下到下一个截图 下一个截图里面 我能看到在NS文件里面 我们打开图层设置 在这图层设置里面 我们能看到OR这里 把OR这个checkbox 我们把勾选的话呢 能够把当前NS文件 所有隐藏的那些零部件 那些对象啊 不能够全部显示 那全部显示完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设置之间是有差异化的 在图层设置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图层 所有的对象已经被打勾了 那么在模型历史记录那边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之前灰色显示的那些对象 现在也是正常的黑体色的显示 我们看到右侧的视图空间 所有的对象 正常显示的对象 也在右侧的视图空间里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楚了 打开那个NS文件 这么去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原来这NS文件 它的缺省状况下是 这里面的话有些对象 实际上是被隐藏掉的 只有一个对象 只有一个零件 是正常显示的 那么使用中望3D 去打开这么一个NS文件的时候的话 默认情况下 当然也就只能显示 没有被隐藏的那个零件了 被隐藏那些零件的话呢 那这个用户的话 实际上就是误解了 以为用中望3D 去打开NS文件 那些零件不是了 那只讲不是图实 而是那些隐藏的对象 没有被打开 没有被显示而已 这样的一个NS文件 如果要在中望3D里 让它隐藏的那些对象 全部能够显示的话 那么有什么方法呢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使用NS的软件 把这个文件呢 打开之后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截图一样的 图层设置里面 把所有的隐藏对象全部打开 打开完之后 保存 保存成NS 就是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在中望3D 打开这个全部显示的NS文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NS文件里面 所有的零部件都能显示出来了 那就会存在 那么误论 不是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需要对这NS文件 进行任何的修改和编辑 不要去动它 那我们也是可以 NS里面的隐藏的一些对象 可以全部显示的 那也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小课堂 教大家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 用中望3D 进行具体操作下 让大家知道 怎么去实现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打开中望3D 再打开这界面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文件类型里面 直接聚焦到我们要打开的 某种格式的这个文件类型 我们在这里选择NS文件 然后在NS文件被选完之后 我们会发现 下方有一个设置选项 在这设置选项里面的话呢 我们往下拉 我们会发现了 里面呢 在读取里面的话 有过滤器 那这过滤器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隐藏实体 隐藏实体这个checkbox 它是默论情况下 它是关闭的 也就是说 默论情况下 我们打开NS文件的时候 如果这个NS文件 有东西被隐藏掉的话 那么我们是打不开的 也就是我们只能打开NS里面 没有被隐藏的 被显示的那部分 中望3D才能导进来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隐藏实体给护掉 就是打开这个过滤器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图取到NS里面 被隐藏的那些对象 那么在中望3D里面 也能够解释出来 这就解决了 有些用户问题的 不是零件这么一个情况 只要它不是丢失 只是没有把隐藏的那对象 把它图取进来而已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试一下 设置好这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 我们要打开的那个文件 打开它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对象 导进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实体对象 在这实体对象 我们会发现 目前的实体对象有52个 也就是在NS文件里面的话 实际上是 有一个文件是被显示的 另外51个文件的话 那些对象的话 是被隐藏的 目前的话 成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把另外51个 隐藏掉的那些对象 也全部已经显示掉了 那么我们先把 就是图体的这个零件 进去隐藏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51个对象 让我们看到目前的 这些对象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对象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NS的 左右的这个对象的话 用这种方式呢 都在中央3D里面 全部导过来了 那样的话 就不会出现有 有些用户呢 有的话 用中央3D 打开NS文件的时候 你这东西 会丢失这个情况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隐藏对象 没有被显示 而造成这个物件 对于其他的一些格式的话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打开这选项里面的话呢 我们有除了NS 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 各种不同的对象 比如说卡特亚的 让我们看一下 卡特亚里面的话 也是一样的 也有隐藏的这个对象 那么还有的话 其他一些格式 那么如果是被隐藏掉的话 和打开NS这个文件 这个道理一样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除了NS文件之外 其他的一些文件 如果是有存在 隐藏对象 这样的情况下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次选项里面 隐藏 那个过滤器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 把所有对象 给跑进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